第五十四集 來到第五十四集的神神秘秘 有小豬 還有我冬冬在頭 我們上一集講零數學 我們講到五六七很精彩 七號我們都很急 收了掣 七號的控制 八號以我所知 是一個蠻霸道的數字 八是一個非常之 講出來這個字眼是對的 因為你留意一下 八號人的人生是一點都不含糊 大部份的時間 大部份的八號人都很清晰和清楚 八是一個很需要展示力量的數字 展示力量的數字 對 八號人會要求他的人生 因為八號人是求存 求存 求存 所以他會要求自己 每樣東西都高分數 和七號人的要求自己厲害的人 七號人是好勝心 他是好勝 對 他要超越要贏 但八號人呢 你贏沒問題 我們想想 我們講一講八號的一張牌 八號那張牌 就是一個人和獅子在一起 大家很像很朋友 但人就是萬物之靈 而獅子是萬獸之王 人是可以殺死獅子 不過獅子也可以殺死人 但如果他們合作 他們就天下無敵 所以八號人是喜歡 和一些令到他更能力的人 在一起的 嗯 嗯 所以其實八號人是沒有空間 給一些轉數低的人 即是如果你轉數低 他已經篩走了 或者你放棄的人 你放棄他的時間 那些是沒有空間跟你放棄的 嗯 他是很喜歡和聰明的人 和令到他提升 令到他 對他有利和有億的人 在一起的 嗯 所以八號是一個 都挺圓滑的數字 有一句說話 我沒有貶義的這句說話 嗯嗯 八號人相信 人和人的關係是互相利用 或者互惠互利是嗎 嗯 互惠就不知道 但是不過 我會利用你 你也可以利用我 或者我這樣說 就是 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教數學的 教數學 那些 找不到答案 死都不肯放手的人 就是七號人 哈哈 一定要證明到答案出來 因為我找… 才肯…肯…肯… 收手的人 但是八號人 如果這條數不懂做 他就會問人 是的 問些甚麼人 問數聰明的人 他總是碰著那個數聰明 碰著那個英文 他一定會找人幫忙 我經常聽過八號人 說一句話 哇 完全是中了 他說 做事情發生 通過人 做事情發生 通過人 是的 事情要發生的話 喂 我不懂做水喉 我為甚麼要學做水喉 我找一個懂做水喉的人 做就行了 做到一號人的很不同 是的 所以另外一句說話 聽起來好像很韌疑 但是也是八號人的邏輯 他真的覺得所有人的存在 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成就他 嘩 他要成功 他要達到一件事的話 他只是看到目標 甚至乎 這句說話你聽得明白 你聽聽裡面的心理狀態 就是如果八號人認定的是目標 第一件事 他就不可以假裝看不到 嗯 第二 他是不可以不向目標出發 嗯 也不可以達不到 嗯 不知道 但是 可能對一些八號人 如果那個目標真的認定的話 除非他看到另一個目標 可以掩蓋這個目標 否則 看一條命多長 即是很目標為本 他一定 很有趣的 他是目標為本 但是很多時候 當他到達他的目標 也是他最害怕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了人生目標 所以很多時候 到達這個目標前 他會找到下一個目標 嗯 關不關他的安全感 因為八號人 他在四支相 不是三支相 對嗎 不是很安全感 其實八號人 他要求他人生巨輪 是不斷往前看著的 嗯 他一定 今年比去年更成功 嗯 今年比去年我又升級了 嗯 還有八號人 是要很真實看到才算的 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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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好看到成績表 嗯 可能 對有些人來說 成績表就是 我拿出來的那張卡片 我的名字是甚麼 嗯 我的公司是甚麼公司 我的月入是多少錢 嗯 對有些人來說 他的成績表就是 我在用甚麼品牌的東西 我在甚麼場所出入 我打理得自己好企理 他打理得自己好企理 就跟三號人的出發點不同了 不同了 OK 然後呢 有些八號人的成績表就是 我先生是做甚麼行業的 關你甚麼事 但他是這樣的 或者我的子女是讀甚麼學校的 嗯 對一些八號人來說 可能他的成績表就是 我試過有個同學的媽媽 很有趣的 是我的同學還是學生的同學 但無論如何 這個太太很喜歡我們去他家那間酒樓喝茶 這位太太是八號人 你們過來我請你們喝茶 就要去他家那一間酒樓 但他家其實也不是很方便 我們不是每次都遷就得到他 有時就是 不要我們去這一間酒樓 他就會過來跟我們喝茶 然後他就開始彈 入門口開始彈 所有事情都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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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事情都不好 這樣呢 然後我就開始觀察 其實那時我不知道他是八號人 後來才知道 我就開始留意 原來很有趣的 原來他去他自己認識那間茶樓 又入門口開始 他就說什麼太太你又來了 我留了一張桌子給你 最近你怎樣 今天喝這個茶 或者我今天給你一個折扣 他就很有面子 這就是他的成績表 八號人是需要這些很外在的東西 他需要這些東西去自己 他要看到才算是 他也需要避看見 他不是避看見 他自己要看到才算是 他自己要看到才算是 又或者他覺得 為什麼老闆兩年都沒有加過我的薪金 他就覺得他看不到那份價值 他要看到才算是 那 即是說他會很重視那些證書 重視那些證書 比如讀過課程 如果沒有證書 可能他會不讀 或者會是 所以他不是很浪費時間 就算出來吃一頓飯也好 他會不會跟誰吃 吃什麼 為什麼吃飯 那些人看看他有沒有利 即是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來吃飯 那些人就會很想去 或是 如果全部的人都沒有特別 可能他未必 不如我去睡覺 你會覺得他挺有目的性 也因為八號人覺得所有人都可以被利用 八號人的人質關係大部分時間是圓滑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一隻獅子 越接近他的獵物的時候 越兇狠 也可以代表著八號人 他越接近他的目標的時候 這個人會變得越可怕 為什麼 其實剛才有一句說話 他會不會是 八號人 會不會是為求目的 不擇手段 會的 如果他越接近他的目標的時候 他的心就會越來越紅 即是看到他的目標 他的心就會越來越紅 在那時候 就是預罰殺罰的時候 所以 為什麼我說他大部分時間是圓滑呢 基本上 八號人被人感覺 就是很友善的 很懂得 收買人心的 除非你是他的困難 除非你是他的困難 嗯 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很不一樣的一面 因為他需要達到目標 而你也是他的困難 是的 他就會很殘忍地一腳踢開你 好的 我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小孩子是八號人 他要的東西是否一定要要到 他很聰明 他會用盡百百去達到目標 是的 而且當他發覺他達到目標達不到 他三歲幾歲 我覺得他懂得退而求其次 怎樣 就像我小孩子一樣 他最近很喜歡我的iPad 很喜歡看YouTube那些超人 你知道我都儘量不 免得他們接觸這麼多這些東西 媽媽我三歲看三個 我說不行 本來就不讓你看 如果你要看我就給一個你看 他就會 我要三個 我三歲要看三個 我說看一個 接著他發覺 咦 不行 媽媽只遵循我看一個 他就說 那我看一個 他會 他都很虛擬 對 8號的小朋友都很懂得看尾塘 牙壓的 是的 懂得擦鞋 都會 他知道誰是拿妝 話事人 是 誰可以幫他得到他要得到的東西 是的 我覺得他是的 我試過有一次去朋友家拜年 媽媽和兒子都是8號 媽媽就是擴控 你不要吃糖 吃糖就打一打 然後我慢慢走進去 那小朋友突然拿著船頭走到 姐姐你吃不吃 我說我不吃了 然後他拿船頭給我 你拿給我吃 那小朋友多大 那小朋友大概三四歲 他會知道我拿給他吃 媽媽是不會說我的 然後就說姐姐拿給我吃 那不關我的事 他很懂得 很懂得 用所有方法得到他要得到的東西 明白 那你剛才不是說8號是擴控的嗎 是的 他又怎樣擴控呢 在那一刻我就是這個小朋友擴控的東西 我就是被他利用了 所有人都為了要成就他 你記得這句話嗎 嗯嗯嗯嗯嗯 所以這就是他的方式 嗯 他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得到他要得到的東西 所以某程度上 在現實生活中 8號人是一些挺成功的人 因為他又要有些 詢問各樣東西 在這個世界上他就會增加很多 因為他只要看結果 他不是很講感覺 一來他不會理會別人的感受 也不會理會自己的感受 他只是要結果 嗯 所以挺有趣地 因為老實說 我們在我們的商業社會 或者工作的場合裏 我們有時不可以太講感情 我們要配修而已 在這個社會這樣教人 是的 所以其實在商場裏 他們會是挺前面的那班人 挺成功的那班人 就不代表他們是快樂那班人 好的 是的 因為 我認識一個8號人 他要的結果就是要一段婚姻 嗯 我不要婚姻這個結果 嗯 所以那段婚姻是很有問題 很不愉快 他都只要我要一段婚姻 他只要這個結果 好的 所以他也會為了這件事 而因為他的銀力這麼強的時候 他真的熬了很多年 結果 他完全不理會自己的感受 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總之我就不離婚 這個就是我的目標 是的 他就會繼續去做做做做 是的 是的 真是辛苦 那未夠8號人是差不多 是嗎? 那我們說說9號人 好了 9號 這個數字很有趣 9號是所有零送角ंég 最虛的一個數字 誰不 Leonard alors哪裏出來叫最虛 8號人所有都很實際 很真實 但是9號人 Ham 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 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 所以你是不可以用金錢 名 利去吸引九號人 所以我就說我混合了 但是你可以用理想 用夢想 用感情 去駕駛一個九號人 或者我們一起去為人群服務 或是為大自然努力 九號人多活在幻想的世界中 和八號人是很自然不同的 還有很有趣的 九號人是這麼虛的數字 九號人是享受苦戀的 苦戀嗎 因為當我得不到的時候 永遠有一個很想像的空間 苦戀很淒美 但是當我得不到的時候 你一邊一邊覺得 如果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就真的很幸福了 但是當我真實地被得到的時候 蛤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他就不會穿得特別了 其實九號人是活在一個很虛空 在他自己的幻想裏面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九這個數字 是這麼多數字裏面 最聰明的數字 最聰明的數字 很聰明 而且他也是比八號更圓滑的數字 九號比八號更圓滑 基本上你困得著一個九號人 你的道行都要很高 很難拉得起一個九號人 因為基本上 你們什麼把戲都 抗在眼裡 同不過他的髮眼 很清楚的人玩什麼把戲 但是他有聰明到 他的人生觀是灰灰的 人生有什麼這麼興奮 所有的東西都不真實 錢又帶不走 所有這些東西的名利都是暫時性的 有什麼這麼興奮 所以九號那張塔羅牌 是叫做忍事和智者的 Hermit 所以顧名思義這些人 首先你不會容易找到他 他永遠都在深山裏面 所以你會留意九號人 永遠都是你找他出來的 你去找他 你去刮他 即是他不會像八號人 在你面前出現 又或者好像三號人 要跟你借著 就算你刮了他出來也好 他的人出來 他的原神不會出來 他總是淡淡然 看看你們這些人在做什麼 他不是很集合的 即是他會在一群人裡 他會抽你一些 他不是很參與 他不是很積極地參與 好像在旁邊旁邊看著你們 嗯 OK 但是你會發覺 這樣說 我認識一個老師 他是一個九號的老師 他是一個原學的老師 然後他有一種高傲的性格 然後我們一群老師在聊天 他說 你那個學生發生了什麼事 他有沒有找你 嗯 那老師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 他找我才算 嗯 你覺得這句說話 又或者 你記住這個案子 另外一個就是 在塔羅牌那張牌裡面 那個智者 就在一個黑暗裡面 拿著一盞暗燈的 嗯嗯嗯 OK 你覺得 他想不想人家找他 其實即使說 他都想躲起來 他不是很想人家找到他 但是為什麼他要拿著眼睛暗燈 拿著眼睛暗燈就是 如果你很努力的話 你就有機會找到 基本上他是低調的 他是低調的 不過你找到上門的話 算你有眼光 所以他喜歡 如果你找九號人聊天 他有很多見地的 會不會可以用孤方自想 是的 他孤方自想 但是他有很多看法和見地 不過沒有人問我 你問我就不說 是的 或者他有很多事情都知道 不過我也免得說 那麼多人 或者沒有人問我 之而此類 或者是 你去問他的時候 其實他又很有看法 哦 完全收到 他享受 被發現 是的 他享受被了解 但是他不會 好像一號人一樣 你看我吧 你看我吧 不會的 他好像是很低調 但是其實他裡面 這句話很有趣 他有一種很隱藏的 需要被需要的 感覺 的性格 所以他很喜歡幫人 他很喜歡幫人 但是很有趣 九號人聰明 就聰明在什麼 他不會惹很多塵埃 你會發覺 你跟他認識多久 你會發覺 你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我身邊有沒有九號人 除了我大兒子之外 九號人 你會發覺 好像很接近 但其實你跟他 一點都不接近 我想可能這個是 很多我朋友 對於我的看法 是的 我們認識的 就是 就是九號人 哦 所以你會發覺 你好像跟他很友善 他好像跟你很關心你 很關心你 很關心你 但你會發覺 其實你跟他有段 有段長的 嗯 嗯 那如果九號人 跟九號人相處呢 那就 兩個 兩個神交 哈哈哈哈 即是開玩笑 因為他們是追求精神層面的 所以也有九號人 容易迷戀一些 不是很實在的 信仰 嗯 在信仰裏面去執迷 因為那個境界 就好像很虛空 好像他們追求的東西 但有一半 又是他們因為得不到 所以他們就更加沉迷 在那個虛空裏面 其實那個境界 才是他的家鄉 哇 很明白你這個感覺 因為我就是有這個感覺 是的 即現實世界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是很真實 是的 是 虛虛的 飄飄的 是的 是的 那麼九號人也都是 他很怕欠人人情 即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最好了 我又不會欠你 你又不會欠我 嗯 而且你是很難 揮住一個九號人 很難揮 那根本他都活在虛空的世界裏面 那怎樣揮住他 即是你很難 真的很實際地捉得住他 譬如這樣 九號人也很怕講死一些東西 講死一些東西 很多九號人的感情生活是怎樣 就是可能他和一個人 即是拍拖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想鎖死那段關係 不如我們結婚吧 或者我們去定婚 承諾 然後說結婚嗎 分手吧 我都看不到我未來 你要我承諾你一輩子 你沒事吧 好的 又或者是很簡單 譬如下個星期燒東西吃 你來不來 你見到我來就來 我不知我到時怎樣 你當我先不來 他很怕去承諾 是因為你承諾了 你就無路可退了 所以原來虛空的 不知道的東西才是他的家鄉 很多九號人很喜歡睡覺 因為睡覺就進入了 虛無飄渺 那邊才是他家裡的世界 那邊才是他比較真實的世界 而真實的世界其實不是很真實 他的真實世界其實不是很真實 他覺得這個真實世界是不很不真實的 嗯嗯嗯 是的 所以有時有些人很努力去 為名為利做很多事情 那時有九號人覺得 這些人真的做些甚麼 我都不明白 為甚麼要去為名為利做得那麼辛苦 很有趣的 還有九號人大部份是好命的 我也聽你說過 不過我們應該是否時間都差不多 好 我們留一會兒說一下九號人 你說他很好命 如何好命法 我們下一節再見 好了我們剛才說到九號人 你說他很好命很幸運 是嗎 對 九號人都是很好命的 他抹大口就有飯吃 身上的手就有水喝 總是有些人像前世借去那樣 有沒有那麼誇張 你說呢 他總是有雅遮頭 他不一定出生會好 出生會好 但是他總是在生活中 他總是不注重物質的東西 物質的東西從來都不缺 不過有一點很有趣 我想九號人才明白 我不知道你明白這句話 就是 你不要的東西不斷推給你 不斷推給你 但你要的東西永遠都要不可及 那又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明白這感覺 永遠都是這麼難才能得到 我要的東西真的有時會難些 但是呢 因為九號人要的東西 絕對不是物質的東西 所以物質的東西其實是容易得到的 但有些呢 為什麼九號人享受苦戀 或者九號人可能是要 要一段真正的愛情 或者是要一個理想的生活 或者他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他是做不到的 但是 九號為何是保守 你記得九號是保守這個數字 其實九號人很容易擁有很多東西 但他又覺得這些東西是很不真實 所以他又很怕失去 九號人很怕變 很怕變 很怕變 但是也很有趣的 有時呢 他一直一直在守著自己的東西 但他有時又突然間很瘋狂的 這些東西都不真實的 全部都退掉了 嗯嗯嗯 他會有時很狂野地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可不可以用一些很飄忽的 其實他是很飄忽的 他又不勉高 但是勉高來的時候 他勉高得很無性的 嗯 嗯嗯 很亂來的 其實呢 我說過九號那張牌 就是一個人拿著眼睛暗燈的 嗯 如果你拿著眼睛暗燈的話 我想問你能看得多遠呢 看得不清楚 看得很近 是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大部分和九號人聊天的話 當他問他人生的未來 怎樣看法的時候 他說沒有看法 如果你問我 我也是告訴你 我不知道 那麼遠的我怎麼知道 是的 那你怎樣計劃你的人生 嗯 嗯 我不會很堅定 有一些很堅定的計劃 所以呢 很多事情的 九號人你真的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我想很多人都跟你說過 對 你說你自己未來去 什麼 計劃一下 之而此類 未來是什麼 一件事 是啊 我不明白八號人為何要這麼清晰的目標 所以你問我將來會是怎樣 其實現在一個 我想我拼狗也拼得多多 我真是 蛤 將來會是怎樣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會是怎樣 我會怎樣回答你 但是呢 有時你見到九號人 你真的會發瘋的 他一天到一刻 不知是甚麼 但是你不理 總之他就不失去 不休息 不休住 他總是有些人 會供應他這件事 嗯 或者就算不是有人供應 他要得到這些物質的東西 他不難 不難的 不過這件事又不會令他快樂 這些人未必會餵得飽 還有很有趣的 狗這個數字的人 我的宅女是九號人 嗯嗯嗯 雖然物質生活 當然不需要擔心 他是家裡的金波羅 我也很疼他 但是呢 我很記得有一件事 我很明白九號人 有一次他就告訴我 他拿了很多獎 因為他是一個彈小提琴的 拉小提琴拉得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他不是學了很久 已經變得很好 是的 他現在中學 他經營小提琴和中提琴 都是演奏級的 他經營參加很多的演出 等等 但在很小時候 他打電話來告訴我 他拿了甚麼獎 又拿了甚麼獎 你會聽到 其實他要獲勝 嗯 然後我說 好吧 你想要甚麼你講吧 我那次覺得很奇怪 其實他說 我以為他要BB 因為他小時候很喜歡BB 他那次竟然不是問我要BB 他說 不如這樣 你給我50元 還有請我吃魚翅和鮑魚 這麼有趣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小朋友 他的獎勵要是食物 但我開始去觀察這個小朋友 原來發現他當時 他當時多大 他當時小學 未上中學 即可能是八九十歲 小五小六左右 即是十歲十一歲 其實那段時間 也是公公健康出現問題的時間 所以他可能 譬如那一年他在家裡偷飯 他會知道 可能他要甚麼 例如答應他甚麼 答應跟他旅行 可能都答不到 所以他會拿一件 他最容易拿到的東西 他會覺得50元 對那個小朋友來說 姑媽一定會給他 而且最實際就是 吃最好的東西 最貴的東西 所以 其實你剛才說九號人 就是 而不是 這句話我感到很大 為甚麼 當我去到我一些人生的平頸位 我覺得最近這段時間是 有些東西 舊的又去不完 新的又沒有回來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總之我有法開 我怎樣怎樣 我就可以了 我沒有計劃 所以這句話我深深感受 是的 有時他未必去到盡 為甚麼要去到盡 不知道 對於一號人來說 他會覺得 我要做我自己 但在我的理論上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是的 但我剛才有一些問題 就是 四號和九號 剛才你說 一和六 二和七有關係 四和九有甚麼關係 當你擁有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夠不夠膽 像你這樣 為甚麼你要賠償 因為你怕你有的東西沒有 這個不是保守叫甚麼 行不行 他為甚麼不是去到盡 或者他為甚麼 他經常勒著薑做人 勒著薑做人 他經常很捍衛他現時擁有的東西 嗯 這樣 所以其實他的心底裡 也有一個安全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九號人 好像對人很關心 但其實你會感受一種冷漠的感覺 為甚麼 因為第一件事 他不想惹那麼多塵愛 第二件事 他會覺得 我經常都關心你 我就沒有了自己 我要有自己 那時候 我一定要切斷你的東西 嗯嗯嗯 我不切斷你的東西 我又關心不到我自己 他只有這樣 他不知道 同時我又可以 很關心我自己之後 我再關心 兩件事可以並存 他沒有這件事 所以他有時候 就是不行了 他會覺得九號人很自私 他就是不行 我要關心我自己 關心我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空 但是 但是 有時候他又會很願意去做很多事情 為其他人 但是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會縮 他會覺得 為了你們也不知道為甚麼 然後他就不會和所有人聯絡 他就收回自己 嗯嗯嗯 他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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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和B 又是飄忽 是的 很飄忽 孤獨和單獨是兩件事 嗯 真正可以單獨的數字是七號 嗯嗯 因為七號只是對知識有興趣 嗯 他對尋求知識有興趣 這條路是不是很單獨 你說 是的 其實七號人不是很喜歡和別人聯絡 除非他對人的東西八卦 想知道更多的東西 另外他可以跟任何人聯絡 對 你讀書 就是讀讀讀讀讀讀 是的 但是狗 狗 就是他不會和別人很深地聯絡 但是他仍然需要那種被需要的感覺 所以狗不是一個孤獨的數字 其實狗 不過又 他自己有一種在人群中的孤獨的感覺 嗯嗯嗯 因為他也不想和任何人太深的聯絡 他怕情感上的負擔 他不想揹槽飛 這個也是保守 因為如果你投資太多 你就會有危險 沒錯 我們要跳到零 零 零你會發覺怎樣加呢 你都不會加到零號人 嗯嗯嗯 但是你會留意 零這個數字 是會在我們的先天數和後天數上出現的 是的 零這個數字很有趣 零這個數字 其實不是很多一套 會說零這個數字 嗯 甚至乎有很多套說零這個數字 是沒有意思 但是呢 其實零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零呢 其中有一套說就是 你越多零 你的人生就會 坎坷 波折 起伏 嗯 那現在踏入二千年世紀 各個BB都是二零零 嘟嘟嘟 這樣就很多 但是其實零這個數字 其實這個人有很多 很多奇遇 有很多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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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 嗯 所以這些朋友 當他小時候 他覺得人生很複雜 嗯 哇 八陣頭這樣也不知怎樣 嗯 為什麼這麼難的人生 我自己呢 其實是我自己多零的 嗯 我分享一點點 就是 你多零嗎 是的 後面的數字 然後呢 譬如我呢 我 我爸爸排第三 我爸爸有五兄弟 我媽 我兩個媽 我不說另外一個媽 我媽有五個兒子 嗯 每個兒子最少有三房 太太 哇 所以你明明我成長的過程中 身邊全部都是怨婦 三房 還有多少家庭問題 多少你討我奪 多少 是非 對一個小朋友 面對一個這樣的環境 是不是人生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媽媽自己也是二房 嗯嗯 可以嗎 所以就是 爸爸媽媽有很多衝突 然後 為什麼家庭的組合性 那麼麻煩 那麼多事情 我處理不了 他會不會覺得人生八陣頭 好了 你說現在的小朋友 2000年的小朋友 是的 現在最大都是11歲 是的 2001 2005年出生的都已經11歲 最大都是11歲 2000年之後 這10年發生了什麼事 哇 很多天災人 911 911 沙士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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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風 很多 金融海嘯 請問這個人生的遊戲怎麼玩 很混亂 可以嗎 她的童年 和我和你的童年 很不一樣 人生很複雜 好像八陣頭 還有很多 變數 很多未知數 沒錯 零也代表每一點是完結也是開始 這10年發生了很多這些事 可以嗎 所以零的人生很有趣 她會有很多重新的時間 她好像擁有 又好像沒有 但她的人生就在這些經歷裡面 不斷去提升 她的經歷是多的 但她的經驗值是厚的 即她會儲得很快 她會在早期的人生 可能是她顛波 坎坷 但在中期或者後期的人生 她的經驗值是豐富的 如果她會學習她的經驗 她會成熟 她會很有人生的體驗 明白 可以嗎 她是一個 我經常用這個詞語 就是大氣晚城局 大氣晚城的狀況 即她早期的人生 是很混亂 或者是很不堪的 不堪未必一定是物質享受 可能是很多人事的關係 譬如我讀書 我又要轉校 又要倒班 又要跟同學不對 或者是老師針對她 或者在工作中遇到很多人事的問題 或者在感情中 要是你插錯腳進去 又要是別人插錯腳進來 所以有很多很多這些狀況 但她的經驗值是透過這個過程中 不斷加厚的 所以在她後期的人生中 她就會對人生有一套她自己的體會出現 還有很有趣的是 零這個數字是沒有什麼負責的東西 沒有什麼負責的東西 即是說我們之前每一個數字 都有一些老套東西 好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 但零這個數字 只不過她越多的時候 她的經驗值是有機會加厚的 你不可以學習 不可以不學習 如果你學習的話 你會一直在後面的時間 一直在提升得很快 那她算不算做大上大落 如果你說她這麼多零 她前半生會多大上大落 因為她儲經驗值會儲得快 對 後半期的時候 說真的 什麼叫上都不下落 已經不重要了 嗯 我另一個比喻 她人生很多十字路口 但你經歷十字路口多的時候 轉左和轉右不是一樣 只不過你體驗的東西不同 轉左就是去創造轉左的人生 轉右就是去創造轉右的人生 嗯 其實沒有什麼叫好和不好的選擇 OK 你面對得多的時候 她的經驗值豐富的時候 她對看人生就會有一種豁達出現了 嗯 所以零的數字 絕對是一個很… 我很… 我很欣賞我很多零 我也挺欣賞 後來我什麼 當然前面那一節是行得辛苦的 嗯 但我也挺欣賞在這一節路裡面 我自己的體驗 而形成後半節的人生價值觀 嗯嗯嗯 所以其實… 零這個數字很好享受 其實剛才你說零 譬如說我是單月出生的 我前面也有一個零 是啊 我單日出生前面也有一個零 在聯盟knowledge裡面 譬如你4月9日出生 就是零4月09日 你就有兩個零 那如果2007、2008、0502 他已經有四個零 你的小兒子 一、二、三、四 是的 他有四個零 沒錯 那他就會經歷很多事情 都經歷很多事情 是嗎 是的 他在肚子裡面已經經歷很多事情 是的 所以零這個數字 有某一個學態去說 零這個數字多零的人 他是老靈魂 嗯 他是要經歷一個很非凡的劇本 嗯 可以嗎 好了 我們將一和零 一和零 我們用了四集的時間 大家看到我們沒有換衣 已經知道我們是一次過錄 我們就錄了四集 錄了四集 嗯 但其實聯盟knowledge 不只是這麼簡單 是的 因為我們以前上課 我們會有很多排位去看很多東西 會有很多線可以去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圖表去分析一個命盤 嗯 裡面有不同的方法去演繹 嗯 還有我們說出生的年月日 其實時和分也有它的意義 我現在說過有我們的流年 嗯 生活的一個循環 甚至乎我們有流月 嗯 所以其實我們生命都有一個我們的圖表 我說過它是一套哲學 嗯 它是一套 譬如一是創造性 一是獨立的哲學 而九是關於一個let go 一個放手 和一個信任生命的課題 所以其實它再進去裡面 其實還有一些更加深的理論在下面 但是因為陷於這個節目的時間性 我們只可以輕染醬油 把每一個數字不斷染一染 所以如果真的想認識的話 可能真的要取一個課程 我也覺得其實 因為在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還會在我們上課的時候 還有很多功課做 會有試一下我們去體驗 還有我覺得在我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最好玩是什麼呢 可能我沒有告訴你 就是我們每課學一個數字之後 我們就會回去找一個數字的人 然後去檢查他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這個過程裡 你是了解多很多 你和這個人怎樣相處 或者譬如我們之間的互動 有些什麼被卡住了 原來就是因為 可能剛好我的老土爺 撞著你的老土爺 那你就出現這些東西了 我每一課都叫同學 去找那個數字的個案子出來分享 因為你拿著這個數字的人的個案子 在手上 而你聽我說他的性格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有感覺 你很立體感 還有我記得那時候上課 我們有代表人物 是的 我說過代表人物 因為我們在外去看這個人 你會看到他裡面很多東西 原來是很合適的 而且你會把這個數字的認識 立體感 是的 如果你有真正的個案子 在手上 你去聽或者去看這個數字 你的感覺又會立體 而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還有些時間 是嗎 是的 我們不如說說 譬如你認識了這個零數學 那麼久了 你在什麼生活範疇裡有用到它 要我所知 你聘請工人 你也會看的 是的 因為我的狀況 我會經常飛的 我需要一個工人 就是他可以獨立處理很多事情 他要自己做決定 他要不害怕 他要夠吉士 因為你經常不在家 還有他工作要有條理 因為基本上 我也是處女做 我是有潔癖的 我有很多要求 所以我選擇工人 我這麼久以來 我都是選擇8號人 嗯 因為他是可以獨立處理的人 我只是給了他要的薪金給他 你設定了目標給他 是的 然後呢 然後就 我給了我的請求 還有呢 我很有趣的 我真的很放手 我不知道很多人請工人 就會很看著他 但我真的很放手 我會做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工人來 我都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 我將我所有的衣服 叫他拿出來 你喜歡怎樣撿就怎樣撿 然後用你的方法 把東西放回去一次 放好衣服一次 嗯 然後我將廚房的東西 拿出來 用你的方法把東西放回去一次 以後你就知道那些東西怎樣放 是的 所以你去小豬家 你問他會的東西在哪裏 他永遠都不知道 我就會問他工人姐姐 我就會問他工人姐姐 所以他也感覺到 他有渣裝的感覺 因為我經常都不在 我媽媽是完全需要工人去照顧 因為他好像一個寶寶一樣 吃飯 大小便 也是要人去照顧 所以我需要一個完全可以獨立去處理 他做的事 還有他有一個穩定性 OK 我會選擇他的組合 他有責任感 有愛心 這些是我要的組合 雖然我不是很深入了解 我也是學了一些很皮毛的東西 有時我會發覺 譬如你要去跟一些人偷通 當你知道他多好之後 你真的容易跟他相處 你會知道他一些行為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我都說過 我第一課 不是第一課 四集之前 第五十一集 我都說過 就是 你會對人的包容度提高 你會對人的同理心和理解力多了 所以你不會在你的情緒反應裏面 因為你會知道 其實他說話可能不是那個意思 是基於他甚麼動機而說出這句話 其實我會看我反過來 其實當我知道原來我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更容易跟他們相處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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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請工人之外 我知道你請工人也會 請工人也會 請工人也會 我會選擇 他是想想靈性發展的人 所以現在來說他甚麼組合我都可以 我會選擇 其實我會覺得是你的層次不同了 或者是 基本上是我們可以支援他自己 在靈性能上成長 但是我會選擇一個 因為我經常都不在 我經常都不在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 他也是獨立可以處事的人 就不會 就是 經常都要很依賴我的人 是不行的 我自己 譬如我的身邊 我的朋友 如果他經常要請人 我便會買一本書送給他看 我便會告訴他 你沒時間上課不要緊 但其實我覺得做一個厲害的老闆 你是要把你的工作 擺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他便可以發揮得林鄭俊之 譬如你找一個 我自己認識 我覺得你會找一個 譬如做總管管理 管理所有的 其實八號人可能是對的 或者你找一個創作主席 你要去他很創作主席 其實很有趣 他會找一號人 你的知識這件事 他可以加進去管理 其實你要我講一場管理的講座 其實很簡單 人是不用管理的 你找到一條鑰匙便可以了 譬如八號人 你告訴他 你這樣做 你有甚麼結果 我給你甚麼責任 他便會死下去 五號人 你給他責任便可以了 他也可以放在兩性關係裡面 你怎樣跟這個人相處 你也可以放在親子裡面 這個小朋友 你怎樣發揮他 他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天資 所以他只不過是一個學說 但你怎樣去套用生活 其實他很多層面都可以套用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很可愛 是的 很值得去鑽研 尤其是我特別喜歡在親子裡說這件事 嗯 因為當你明白 當你知道你的小朋友的組學是甚麼時候 而你真的可以去陪伴他的過程裡面 比他更加用得盡他的本能 或者是他自己特別優越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容易套用他的成功經驗 他的我容易出來了 好的 好 希望這四集的《Nimenology》的內容 大家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大家在我們的網頁 去留下你的意見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是的 如果你想認識深一點的話 譬如有很多書也可以看到 或者可以上課也可以 好的 我們時間夠了 遲些再見 拜拜